到底什么事让朱立伦今天这么生气 直接骂说没水准又low的离间计 胡说八道的文章值得回吗 什么看的什么看的文章 怎么样的这个稿子我们来看看 这个是周刊爆料说朱立伦疑似 想要提前启动2024的总统提名 因为传出2024的总统初选时程 国民党是预定在2023农历年之后就要启动 今年的过年是天早的 大概1月底左右的过年 如果说周刊写的如果爆料属实 如果真的朱立伦动作这么快的话 那这样子会不会真的有什么卡猴的 等等的阴谋论呢 那当然今天朱立伦是全盘否认啦 那侯友宜市长一贯的回应 呵呵做事要做好2022的新北市长 来明佑哥怎么看这一局呢 我觉得朱立伦他生气是有点太过来 因为这个文章也不是罗他是旧 为什么我说旧呢 因为卡猴这件事情一直都在发生 那为什么 其实之前就已经有媒体报导 为什么侯友宜那么晚才宣布他要不要连任的问题 其实他就设了两个办公室嘛 一个办公室是在市府内 一个办公室是在外面 然后两方都在较劲说到底要不要让他选2024 所以侯友宜就被一直猜测说他要选2024 到现在都没有松口 我拿一个图表来证明朱立伦讲的对不对 或者是他有没有这样的企图心 他的怀疑如果说朱立伦认为是对的话 你各位注意看一下这一个图 这个图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侯友宜到目前为止没有提出任何的政策 为什么 因为你看人家林家隆他提出了这么多项政策 侯友宜什么都没有 然后你可以看到说他有可能半年后因为要选总统 所以他一直在打他的政绩牌 我要告诉各位一件事情 侯友宜如果半年后要去选总统 这是有可能发生的 因为所有人都在问 侯市长你要选总统吗 现在我把当下的事做好 好好做事 所以就变成所有新北市议员的口号slogan 叫做好好做事 我看领寡阿伦把它翻成英文 汉英拼音的 所以你大概可以理解一下 朱立伦当然会顾忌啊 所以你看刚才上一段在讲说 为什么他现在国民党把它限缩到说 北北基陶 能够翻盘朱立伦就可能选总统 为什么 你如果说全台湾 高雄台南要翻盘朱立伦就选总统 我说这叫做不错 要是给他发财要决战中台湾 这叫做也不错 但是朱立伦不敢发 为什么 他发下去这些就害了 为什么在新竹市可以搞得爱爱妹妹的 很简单 那朱立伦企图心就是想要选总统啊 这自他第一天 我们都知道的事情 众所皆知啊 可是他的劲底就忽然间出现啊 比如说韩国瑜最近 以这个辅选团 副召集的副团长的名义 全台湾走透透 结果韩家军又再现了 然后朱立伦去到哪里辅选呢 也没看到所谓的朱家军再现啊 人家侯友宜至少让我看到说 全台去辅选 不关什么极限式联合 去把盧秀燕啊 去把谁 侯友宜选总统的态势 非常的高啊 你看那个 对他那种急掌什么的 可是朱立伦没有看到这样的迹象啊 所以朱立伦现在要很紧张 为什么很紧张 照去比照过去国民党一贯的做法 什么做法呢 我拿招名 保住说主席有资格去选总统 你不要忘记 吴敦以前这样玩啊 玩到最后 自己不好意思选了啦 只好后面再退啊 为什么 那是因为拿招名 要给侯友宜选总统吗 对啊 因为你赌酒店而已 你如果说 欧友宜选一条 我赌酒店 又选总统 但是现在看起来 侯友宜的企图心 已经非常明显了 所以我要问一下新北市民 我做的新北市民 我很想问 你选一个市场 如果真的让他去认阅 他拨打招呼 又要去选总统 你不要忘记了 那一项算下去 又補算 我们身边市民 又要花三億多 要再算一次 要再算一次 補充的时间 又要换市場 你到底要做什么 所以我有对这些 对新北市民提出非常多的 一个问号 所以朱立伦不是笨蛋 朱立伦他也在算计 你不要忘记他的名字 叫政治精算师 所以他可以评估说 侯友宜一定会选 因为他从来不松口 他至少会愚情判断 我旁边的人都会告诉我说 侯友宜从来没松口 说我2024要不要选 他只会告诉你说 我现在以新北市政为优先 要好好做事 其他的东西 市民朋友都会感觉到 可是你又看他 跨县市那个能力 是非常强大的 所以我也奉劝一下侯友宜 好好的去选总统 好好的去选总统 因为总统这一家 国民党只剩下单 你看朱立伦 不然那个魅力 做事要不要不要 本来要叫他做国民党改革 想叫他国民党改革 国民党一样 我们这么快要算 大家心知肚明 然后韩国瑜呢 他就死爆着韩家军 这也撼动不了朱立伦 所以我相信 这篇文章 朱立伦说 这个law的离间计 没有 这早就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只是这个周刊 就把它再拿出来讲一下而已 而且不要忘记 这个礼拜 选完之后 接下来 半年内 半年后 应该2024的人选 大家都会开始浮出头 党内的竞争 就会开始了 国民党 他当然朱立伦 希望越早定案 对我越有利 不然他 不然他要死母 要死是为了什么 夜长梦多 对啊 所以他一定是希望 越早定案 所以我是希望 先把市民 你机智要较聚 要找什么人 如果找一个半年后 要去选总统 你这篇怎么白头 郭民党 到底有没有这个 百日卡侯的计划 朱立伦 他是强烈的否认 我们要来看看 侯友宜他的回应 当然今天 坤城议员在这边 坤城议员是现在 林家隆竞选总部的发言人 来看看侯市长怎么回应 媒体呢 不管怎么问 侯市长告诉大家的是 他现在选的是 2022新北市长 要大家一起好好做事 不过最新的竞选广告 这个是这样说的 只要有好的政策 未来谁当市长都好 哇 那这个当然又会给人家 很多的联想啊 是不是留伏笔呢 议员怎么看 那其实如果侯友宜 没有选2024 他现在就可以讲 没有 我没有选2024 我就是要选2022 而且我会做好做满四年 所有的记者都不会问了 就是不会再问说 你要不要选2024 那所以说 这个人家记者问说 那个不管是 说要什么卡侯 或是说我们在责问他说 是不是这个半年之后 就要落跑去选总统 他就说 我现在在选2022的市长 新北市长 我跟大家讲是废话 大家当然知道说 你现在选2022的市长 大家是问说 你这个半年之后 会不会落跑去选总统嘛 那所以说你回答 这个是废话 然后就说那个 这个广告上面又说 这个只要有好的政策 未来谁当市长都好 这都是留伏笔啦 留这个伏笔就是说 有可能要落跑 要去选总统啦 所以说我觉得 这个朱立伦他也要 建设 典典典典典典典 这么生气 大家都知道说你在卡侯 朱侯关系不好 有些三岁小孩 都知道的事情嘛 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就算不是说百日要卡侯 我老实讲 国民党初选 大概是过年后 不是过年后 大概四五个月 相差不到两个月啦 所以说大概过年之后 就开始要准备这个 国民党党内总统初选 我觉得这没什么问题嘛 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可以说 我们就按照我们的旗程走 也可以啊 有些公司很low 我跟你讲 有时候国民党就是很low 就是这个时候就是出来 让大家知道说 你们就是想要卡侯 我老实讲 侯那边也不是省油的灯 他们就讲说 这个以前有换柱的经验 现在也有可能换猪的经验 就算你们卡我们这个侯友宜 但是如果未来 侯友宜民调比你朱立伦高 你朱立伦也有可能被换掉 所以侯友宜他们也不是省油的灯 老实讲 侯友宜要选总统这件事情 大家都知道 所以说 呼吁新北市市民 这党的选票 这么重要 你是要选一个 做好中百四年的 这个林家隆 还是选择半年就绕房的 这个侯友宜